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油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油时谈 现在很多家庭为了节省电费 都在家里来安装了这个碳压能板 用碳压能发电真的能省钱吗 最近加州湾区的一位华人蒋女士 她讲述了她自己的一个经历 她说看起来碳压能发电好像挺省钱 但实际上在这个电费背后 还有一些隐藏的费用 她买了这个新房子 这个碳压能板是前房主留下来的 结果今年就收到了一个近千美元的隐藏费用 她说他们当时买房子的时候 本来还以为这是碳压能发电的还挺好省钱 但是最近却收到了一份账单 是由当地的一家能源公司 叫太平洋瓦电公司寄来的一份账单 一看这个费用竟然高达822美元 而且这里面电费只有12.67美元 瓦斯费只有54.88美元 这个都挺便宜 但是最后还有一笔很大的费用 叫做圣和赛捷径能源发电费 这个金额是754.77美元 她说一看这么多钱 赶紧给这家公司打电话 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笔钱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这一问才知道 原来这是一年收一次的预付款项 收取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家里生产的产生的太阳能电力不足 无法满足家庭用电的时候 就需要从外部电网再补充电力 而这笔钱就是由补充电力所产生的费用 据蒋女士介绍说 她家的屋顶上装了36片太阳能板 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够用的发电量 但是由于去年其中的12片太阳能板坏了 虽然这几片板还在工作 也在输送电力 但是却没有被寄入发电量中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说它电力不足 自己的发电不够还需要外网补充 另外她说他们家的太阳能板还不是买的 说前屋主是向太阳能板公司租的 所以每个月还得支付大约50到100美元的租金 所以这么一来 你看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 去年需要额外支付的电费 就比前年说要多出很多 这个就是她的经历 另外还有一位湾区的华人用户 吕女士 她也说 最近她仔细的看了一下他们家的电费账单 她发现也有这笔费用 每个月大概是30到80美元 一整年下来大约是四五百美元 她说他们家安的太阳能板比较少 只有20片 这个发电量可能也无法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 她说她自己就算了一下 感觉安装太阳能板并不是很划算 因为安装太阳能板本身的费用就比较高 说他们家安装这20片太阳能板 发电量大约是8.5千瓦 花了两万美元 假如每个月平均电费是2000美元的话 那么就需要至少八年的时间才能收回这个成本 当然这里面还没有算每个月的维护费 还有一个叫什么捷径能源发电费 以及电量不足的时候还需要额外支付的电费 所以说她说这么一算 装这个太阳能板好像也不太划算 你大概得用10年的时间才能回本 但是前提是你安装了这个板还不能坏 要是坏了那就坏了 不仅得修 而且发电不够 你还得支付额外的外网补充的电费 所以你看这个也挺折腾 其实用公共的电网也挺好的 人家停电你也停电 家里要是停电了你都不用急 邻居比你还着急 所以说想要安装太阳能板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当然了这个案例也不是绝对的 但是有些问题确实存在 安装之前最好还是了解清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特斯拉汽车有一个功能 叫做生化武器防御模式 也就是说当你遇到战争级别的生化武器时 只要你启动这个模式 人呆在车里就是安全的 但是这个功能到底好不好用 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谁也没遇到过这个生化战争 但是最近有人有幸在实践中测试了这款功能 说效果确实不错 又来煎草了 刚走了一波 又来了一波 夏天就是捡草 特别讨厌 怎么测试的呢 说前段时间 纽约不是被加拿大飘过来的 这个山火烟尘给笼罩了吗 结果呢 一位住在纽约长岛的车主 他就想起了这个模式 之前不是从来都没用过这个什么生化武器防御模式吗 现在正好赶上了难得的机会啊 纽约大雾满 说试一试吧 结果一试 效果呢 说真不错 他说打开这个功能之后 外面是烟雾弥漫 但是呢 车里的空气呢 依然是清洁的 所以呢 他认为这个功能应该是有效的 后来呢 他就把这个体验发到了网上 结果呢 加州的车主们纷纷给他回应 说 这个功能我们早就试过了 一看 你们纽约人 就没有我们加州人遭遇的山火更多 不少车主呢 就纷纷留言 说打开这个模式之后 躲在车里 确实能够呼吸到 比外面更干净的空气 其实这个功能 特斯拉呢 是在2016年宣布启用的 在Model X跟Model S车款中 都配备了这个 生化武器防御模式 后来说这个Model Y 也加入了这个功能 其实说白了 这个所谓的抵御生化武器的功能 说实际上就是 依靠HEPA过滤器 叫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器 和车厢的镇压功能 启动之后呢 他就能过滤掉空气中 99.97%的威力 现在说装有这个 HEPA过滤器的车型呢 不仅有特斯拉 其他的车型呢 比如像奔驰的 Air Balance系列也有 还有像现代的 Cureta跟Venu 等其他的五款车型 也装有这个功能 但是呢 这些所谓的 能够防御战争级别 生化危机的功能 到底能不能防得住 生化危机 这个呢 我们也不知道 还是别测试了 怪吓人的 我还以为他们走了呢 他们捡完了这一家 然后呢 又捡另外一家 哎呀 行吧 错过听吧 大家 在室外录像吧 就是声音 噪音太大 没办法 屋里把孩子放暑假了 你说 也不能不让他们出声 昨天 万事达宣布 说将和中国的支付宝合作 推出一项全新服务 现在呢 只要持有万事达卡的 国际旅客 在中国境内 只要绑定一个支付宝的账号 就能够用支付宝 在中国进行电子支付 而且呢 持卡人绑定的这个万事达卡 可以是信用卡 也可以是 debit卡 就借机卡 也可以的 也就是说 以后在国内 没有银行卡的 或者是 无法开通微信支付的 海外同胞 在回国的时候 再也不用刷信用卡了 也可以刷支付宝 说这一次呢 万事达和蚂蚁集团 旗下的这个支付宝 共同推出的这项全新服务 目的是为了推动国际旅客 可以在中国享受 更加便捷的 安全的无现金旅行 通过这种方式 以后国际旅客 就可以像国内的当地人一样 使用手机 扫码支付了 上早市买菜 再也不用刷卡了 也不用付现金了 据合作双方介绍 说这项合作 无论商户规模的大小 无论这个交易 发生在什么地方 只要在中国 电子支付都能够轻松受理 这个呢 对于在国内 没有人民币账户的朋友来说 可能是一个 比较方便的操作 但是呢 至于海外的一些网友 以及外国友人 愿不愿意在自己的手机上 安装支付宝 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功能是有 用不用呢 当然在于每个人 下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 前两天 在海下失联的 泰塔尼克号 观光潜水器这个事件 这个潜水器呢 从18号失联至今 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找到 现在美国 加拿大 和法国 三个国家 救援队 正在争风夺秒的进行搜救 因为潜水器里的氧气 很快就要耗尽了 说最多可持续96个小时 但是呢 现在已经三天过去了 如果再找不着 恐怕这里面的五个人 心灵难保 根据CNN的报道 说20号晚上 美国政府的一份搜索备忘录显示 搜救队的探测声纳 在20号当天 也就昨天 曾经每隔30分钟 就会探测到 就是敲击声 这应该是 这个探测器里面的人 发出来 然后呢 搜救人员又部署了 更多的声纳设备 之后搜救人员 依然可以听到敲击声 看来到目前为止 潜水器里的人呢 至少应该还有神秘迹象 但是呢 由于这个大海茫茫嘛 那么小的一个潜水器 失联在那么广袤的 北大西洋中 要在一片两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整个 康涅狄格州 那么大的一个范围 而且呢 升达四公里 这样的一片海域 要找到那么一个小东西 确实是非常困难 据一位专家说 在大西洋底下 下面呢 几乎是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而且呢 还极为寒冷 海床都是淤泥 而且呢 地势起伏 所以呢 要在这么宽分的海域 找到那么一艘 金鱼般大小的潜水器 说成功的几率啊 是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啊 但是呢 现在 有美国 加拿大法国 三国组成的搜救队 依然还在跟时间赛跑 据专家分析 说这个潜水器里面的氧气 在正常情况下 可供舱里的人 只撑96个小时 但是潜水器里的人 如果受伤 或者是因为焦虑或恐慌 那么就会耗费更多的氧气 所以呢 这个存氧量 可能就撑不到96小时 但是如果大家要是使用得到 都减少呼吸 没准呢 这个存氧量呢 可能还能延长一些 但是呢 最终的状况 得根据舱里的人 和情况来定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 再这么延长 所剩的时间也是不多了 据估说目前的氧气存量 可能已经不到20小时 所以说呢 我们后面再继续关注 这个事件的动态和进展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俄乌战争的局势 今天21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克里姆林宫 向军校毕业生发表演讲时 他说 很快就会部署俄国新一代的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飞弹 据路透社报道 萨尔玛特能够搭载10枚以上核弹头 普京强调 俄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 发展核三位一体 即陆 海 空 三方面的核作战能力 并指出 这是确保俄国军事安全 以及全球局势稳定的关键 他说战略飞弹部队约一半的单位及部队都已经换上了最新的亚尔斯洲际弹道飞弹系统 士兵军备也都进行了更新 换上了搭载先锋超音速飞弹头的现代飞弹系统 他说近日就会部署第一个萨尔玛特飞弹发射器 另外 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向毕业生表示 说西方国家已经向俄罗斯发动一场真实的战争 据报 自从俄乌战争以来 普京曾多次强调 俄国已准备好使用核武在内的所有作战手段 确保领土完整 但是上周普京声称 乌克兰近期的大反攻没有胜算 因此俄军无需动用核武 那么对于乌军反攻的消息 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受访时承认 战场进度比预期要慢 根据乌克兰官员的说法 到目前为止 反攻作战已经收复了南部扎波罗热州 与东部顿涅茨克州的八个村庄 泽连斯基说 因为乌克兰国土有20万平方公里遭到俄军蛮射地雷 所以乌军的推进并不容易 他说不管某些人可能想要什么 包括试图向我们施压 但恕我直言 我们将以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 在战场上推进 另外呢 泽连斯基还对VBC表示 说有些人认为这是一出好莱坞电影 现在就期待结果 但是它并不是电影 此事关乎人们的性命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尽职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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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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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可到失去又能怎样 又能怎样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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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思两头坐呀看呀 寻思两头坐呀看呀 寻啊中啊怎么点亮 寻思两头坐呀看呀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挥手已站在人方 得到失去又能怎样